最有特定的就是會羞辱你的對手 羞辱 哈哈哈哈 大家好我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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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很久沒有介紹反派騎士了對不對 一個禮拜前好像是介紹過了 反正我們今天要介紹這個反派騎士 我相信大家一定對他再熟悉不過了 雄魚 喔~~ 沒錯就是我們的夾面騎士 Everlo 專用的這個進化去動機 欸 我這是出版的好不好 當初出了我就買啦 好爽 呵呵 他們其實後來 還是有再出了20週年一個再版啦 基本上這兩個版本的內容物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呢 這個你知道多可怕嗎 Bildo快完結時直接一口氣飆到一個4000多塊 鑰匙啊 好恐怖啊 現好他有出再版 所以再版之後呢 價格有趨於穩定一些 比較合理 反正我們家手邊就有一套 我們今天就來幫大家開一下這個 我們先來看一下外包裝 外包裝的話 基本上就是 進行來放上典型的一個假面騎士包裝 就是前面大大的腰帶 然後再配一個假面騎士 可是呢我要跟大家講一下 這一次他這個背部 厲害了好不好 這邊前面的話 有Everlo一階的這個型態 二階 三階 這邊好像他如何教你使用必殺機 然後再加上這個 這一切都是為了南波總共 莫名其妙一個人 所以我們今天就來幫大家開箱一下吧 哎呀 太香啦各位 看到這個 就會想要這樣 會爆裝 哎呀 被塗塗太深啦 這真的是超級美 你知道嗎 他跟Beauter比起來真的是差非常多 有沒有發現這兩個差異啊 VIP0 然後這個VIP15啊 哇 超漂亮的好不好 眼鏡神 LIDAR SYSTEM EVOLUTION 哎這兩個都是DX版 我等一下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的DX版跟非DX版的一個差異 因為真的差 非常多 在我們變成之間 我們先來稍微介紹一下 我們E種的腰帶好不好 畢竟E種腰帶的當下 各種奢華感啊 因為他本身就是外星人 所以他在腰帶的設計上 基本上就是滿滿的 將宇宙的元素融在裡面 EVOLU DRIVER 他在亮起來超像那個星雲的一個感覺 以前我們上那種天文學課啊 然後上面就有那種 很多新鮮的那種感覺 他這邊有下面藍色的一個機器 代表嬰兒系 然後這些金色光彩去代表一些 星系或是星環之類的 而且這個腰帶其實講白一點啊 這是為EVOLUTION所製作的腰帶 不僅是他的顏色 連他整個設計 都跟他的那個蛇皮怪一模一樣 這個的話其實在劇中 也是EVOLUTION專用者的一個腰帶 一般是無法使用的 雖然後面有複製品 但是弱很多 這背景我也不用介紹太多吧 像木棉花就有得看了 有時間去補一下變身特效啊 還有各種各樣的東西 喔真的這一個字 帥 我們現在就來變成我們的Gumming Rider EVOLUTION EVOLUTION HHHHH 講師 最有特定就是会羞辱你的对手 你发现他变瘦完瘦 先有个交响乐 最后再用笑声 我还修如你 有点算是浓浓的恶瘦 可是我更觉得很适合 反派的一个腰带非常非常屌 因为这腰带真的太多点可以讲 他制作的真的非常非常好 来我们先用这两个进化门来讲 因为他是DX版 DX版跟非DX版的差异差多少呢 这两个Lighter System 这是非DX这是DX哦 基本上就没什么东西 然后里面也不能摇 然后DX版本虽然摇也没声音 但是呢 诶 有没有 这个会动 就来试擦一下 Cobra Lighter System Evolution 噢 这亮吹真的超漂亮 来咯 转咯 这会动 Are you ready? Cobra Cobra Evorkobra Cob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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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这真的超帅的我的天哪 知道这大家看没感觉吗 来关灯 Evolution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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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漂亮的 来咯 哦 哦 哇 Are you ready? 好 开灯 他正为了要营造出那种 类似那种宇宙感 是采用一个蓝色为底 配上金色星海 并且在配上一小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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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你转起来的时候 就会感觉很像有无数个星星在旋转的感觉 那种宇宙星海图的感觉 我觉得设计得非常非常好 非常恐怖的腰带啊 还会死忧如你 虽然看似坑前 因为真的出了很多满屏 可是玩起来的感觉 真的是蛮零零精子 蛮畅快的一个感觉 必杀季 来咯 réie go ever take finish chel 他在跟你说再见啊 开玩笑啊 欸这腰带正正是完全在羞辱人 你知道吗 这个腰带我更觉得不止于上很轻挑 他也直白的跟你講我超強 必殺機還跟你講再見 反派有趣度我覺得算是第一名的腰帶 所以呢我個人覺得不只是他角色的塑造 他連這個腰帶的設計都非常非常扯 所以我個人是非常非常喜歡這個腰帶 這個腰帶玩起來算是蠻酷的 這個腰帶基本上他的能力就是 可以近乎百分之百發揮潘朵的力量 所以呢他其實他很酷一點就是說呢 他可以運用各種不同滿屏的專武 Gatling 來我們來試玩一下 也可以使用這專武的必殺機 這時候呢就是要拔掉這一個 我們來試玩一下 哇 哇真是五時五刻都要跟你講再見 你有沒有發現我們剛才就算拔掉這個時候 插入別的之後也不會變成變身音效 因為最主要是因為它這個其實玩法就是說 當你只要拔掉這個眼鏡蛇之後 只要插入一個滿屏是非對應騎士音效的滿屏 都會自動把你轉化成為裝備或是武器或是必殺技 所以我覺得這算是這要在設計最棒的一個點 如果我們插入一般Builder的一個Best of Match 會變什麼音效好不好?我們來插一點點聽 有沒有它變Evo Match 當你只要插入是之前在Builder會變成Best of Match的音效 它會變成Evo Match Evo Match的話就是對應了Builder的一個Best of Match 如果你是插入就是Evo的正統這兩個話 就是Evo的正統這兩個話 就會變成Evolution 所以它比起Builder的腰帶 它一共有四種玩法 Evolution它本身自己正統的一個系統 就是說眼鏡蛇加騎士系統 再來是這種在Builder裡面會變成Best of Match的 在這裡面會變成Evo Match 對應的一個必殺技組合 再來最後一種就是隨便插的一個組合 來我示範一次 在這方面是 有沒有看它的玩法財 Geralt 多 可是最後一種就是比較偏普通的 因為它本身的語音包沒有出來 比如說你隨便亂插兩個會變 的那個一樣 所以這個基本上一共有四種玩法 我覺得是非常非常優秀 比起比如說硬生生多了兩種 然後加上它到時候還可以插黑洞板機 到時候我沒有開箱好不好不用急 所以整體我個人覺得這玩起來 買起來真的是有那個價值 因為它太多東西可以玩 前一次你有很多滿品 這裡面其實它有多幾個隱藏音效 這個的話我們之後有時間再幫大家刷一下 所以那以上就是我們這次的一個 夾命騎士Buildo系列裡面的夾命騎士 Ebru 的一個腰帶好不好 我覺得這個腰帶真的買起來 真的是絕對不亏的腰帶 設計得非常非常之好 玩法也非常之多 一接二接三接四接 然後再變成最後一個最醜的形態 用顏值換實力 好那以上就是我們這支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請幫我按讚 並分享 每週每週五到晚去我們影片 我們再見掰掰 好 好 好 啊